用一句话来介绍我们做的项目吧 我们的项目的名字叫做一键WiFi开放平台 我们的项目就是为了解决用户连接WiFi的这个痛点 让用户通过我们的平台能非常方便的一键连接到所有WiFi 基本上大一下学期的时候我就决定我要创业了 然后我就不会去再读研了什么之类的 我小时候的梦想最早的都是想当科学家 所以那时候就很喜欢学WiFi 高二高三的时候的梦想是当领域 所以就经常自己喜欢唱歌啊 喜欢摆点姿势啊 高点什么就是早点醒了啥的 后来一上大学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 就当时就好像看了一些书吧 然后就我的梦想就变成企业家了 创业给我带来什么 首先上次一种精神的满足 我会有很大的成就感 就是你看当年抽几万块钱的下两师 然后抽到现在这个故事还有一点规模 然后自己也有很多的成长 创业还让我就是结实了一群的小伴 这也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我最大的成长 我觉得首先是心智上的成长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的优点就是属于还是蛮聪明的那种 歌星是属于特别不羁特别就是有点傲的那种类型 但这几年的奇迹复复的一些那种折腾吧 然后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 也看清了很多事情 也想出了很多事情 所以对自己有个比较清晰和正确的认识 所以我现在的心态也好还是姿态也好 我觉得都会是方便一个比较平和的一种状态 这个状态其实我觉得才真正的有利于自己的成长 其实公司可以不用赚钱 我做的是有价值的公司 这个公司最后我可以 因为社会会承认自己的价值 比如说我有个企业去收购 或者说我去上市 那社会会承认自己的价值 所以这一点就让我现在的这个公司 我非常坚定的一个目标 就是我不用在乎眼前到底章不赚钱 我只要把这个公司做得有价值 我们的产品做得有价值就可以了 我希望我们的产品确实给用户所带来的方便嘛 带来的便利 然后其次的话呢 我们这个模式帮助这个行业 这个WiFi行业跟游戏能健康的话呢